好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薰时间 好 那这个梦想其实怎么样子能够读一个好的学校 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兴趣或者自己的专长 然后走向一条就职业来说或是事业来说或是智业来说 一条自己所向往的族梦的大道 我觉得对于人生来说这实际上是蛮重要的 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讲 但是现在当然因为我们的学校越来越多 门槛越来越低 然后这个大学的门越来越宽 所以的话几乎人人都上得了大学 但人人都上得了大学之后 我就反而形成另外一种问题 有选择困难症 就是说你到底该什么选择上什么样的学校 你要听爸爸的话 听妈妈的话 还是听自己心里的话 还是听师长的话 那么多的琳琳满部的学校 各式各样的入学方式 到底要怎么样搞懂它 然后真正的替自己选择一条 替自己铺排一条逐梦之路 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 我常常想说如果我是现在的学生的话 那种感觉很奇怪 就是说好像你又不用担心考不上 但是你考上以后反而搞不好会更茫茫然 所以你要有一条清晰的道路 反而要靠自己更清楚的脑袋 所以今天聊这个话题的原因在于上个礼拜 这个112学年度的学策也才刚刚的结束落幕 那在前一年我们才出现一个新的学策制度 我们的这个入学制度经常在变 所以不断的求新求变了 好所以在刚刚去年那么多的白老鼠 这个10万左右 这个白老鼠呢 这个通过这个考验之后 今年大家还有白老鼠的心情吗 那面对了这个学策结束之后 要该怎么样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这方面的 对整个学策对整个入学的制度 等于是非常有研究的顾问 他是征战学习顾问的总经理宋德瑞 那我们先来问我们分析 这个新的制度的第二年到底状况怎么样 哈喽德瑞你好 韩月姐好大家好 OK好所以今年怎么样 好简单的先讲一下现在的制度 避免让这个现在的听众 完全就是茫然一片 那现在呢 就算自己没有小孩子 或者自己不是当事人 你可以听一听我们现在的学制 又出现了什么样的改变 真的是不断的变 不断的求新求变 对那在制度面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的教育制度 是希望让孩子能够更充分的认识 他未来的申请科系学校 然后呢有自己的选择 所以就像蓝轩姐刚刚提到的 就是他们必须要去面对这些选择的时候 看起来是自由的 但是压力是更大的 好那现在呢 我们考完学测以后 主要有三条入学管道 一个是繁星推荐 另外一个是申请入学 再来还有一个分科测验 只是呢以前我们叫做指考 现在叫分科测验以后 他的国文英文还有术语不考 就一样是三种那只是名称第一个变了 第二个是内容可能变了 对考科的参采的方式变了 所以考完了分科测验以后 我们真正要用考试的成绩分发入学的时候 还回头看了我们学测成绩 所以现在学测成绩不只影响繁星 不只影响申请 还会影响你最后的考试分发 所以一个考试又变成好像影响了 这个终身的选择了 所以他可能意思是不想让你觉得一世定终身 就是只有这一个 所以我这一个还可以参考那个 那个还可以参考这个 这个还可以参考三年期间那个高中的成绩 是想要淡化或是说 降低一次考试决胜负决生死这样的感觉 只是说可能也就因此而比较复杂了 对但真正的实质的变成是 我的学测国文英文反而变成实质的一次性的影响 现在很多 学测就是刚刚上个礼拜考完的这个嘛 对不对 对 然后你说分科测验是原本的指考 我也不太懂 他为什么换名字 因为指考本来就像以前的大学年考 也不是本来就是分科嘛 对 那本来他叫指考的时候 他考的是实科 就是所有科目都考 但是当他变成分科测验的时候 他只考所谓的选修的部分 你自己选 对 你还是可以任选你的考科 那很好啊 就是选自己比较擅长的嘛 是 但是大学端参才 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规定 所以其实你还是要去针对你想念的科系 他要看什么 那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说原本的实科 然后现在改成中间你可以选七科 比方说你就是因为数学烂 你就是不 不选数学 但是你申请的学校本来是商学院 他就一定要看数学啊 那你怎么可以不考数学呢 我只好回去看你 就是这一次的学测 是这个意思 对 那我可以顺便看你高中三年的 那个什么 学程 学习历程 学习历程可以吗 会不会 学习历程是在申请入学的时候会看 分科测验就不会再受到这个影响 他就只看考试成绩 所以其实 主持人已经早问到这个又精髓了 就是繁星推荐在意的是 你在校成绩百分比 然后搭配学测成绩来入学 对 那申请入学它是要看学测的 你必须要考到一定程度 并且搭配你高中三年 累积了哪些学习历程 然后等到了考试分发的时候 就你都不要受到这些影响 你就纯粹看考试成绩 直接考试成绩 除了分科测验的成绩 也会回头看学测的成绩 就是如果说真的跟你科系不搭的话 就会回去 那如果很搭呢 你指的是成 比方说我选的这七科 比方说我都选文史 然后我刚好去念的就是新闻 那太复合了 新闻基本上不太需要用到数学 所以就不用回去看我的 学测成绩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大学科系会设定 他要不要回头看学测 对不对 那只是大部分 像我以前大学数学考那么烂 我以前大学数学考五分 你可以想想吗 所以看我其他的分数多高 对没错太厉害了 我们找到自己的兴趣说唱 差距太大了 但这样的话呢 也还是可以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 进入职场的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太在意 就要抓到自己的兴趣了 OK好 那德瑞继续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英文这一刻太重要了 几乎所有的国立大学 都会想看英文 是是 对不对 所以当他一回头看英文的时候 你的学测英文 必须要保持住好的成绩 对 对 所以 现在的制度变成是 我考完学测 分数影响到三个入学管道 其实 刚刚我们拿到了这个学测成绩 我们就可以开始评估 我在三个入学管道 我到底该怎么做选择 那依照去年第一年 刚刚说的这个第一届的新生 铺出来的路 我们看到了三个入学管道之间 也会互相影响 考试分发的成绩 相对来说反而是比较低 或者说我们可以说 你用同样的成绩 考试分发就是七月份的那一个 对 你用同样的成绩 可能在考试分发反而有红利了 所以 这时候同学就要去考虑 我要拿着这个成绩 到底要参加申请入学呢 还是考试分发 我会不会现在这个成绩 考试分发 我就直接可以入学了 所以你一直说我现在您 如果学生已经考得很好了 事实上我就不用再去考一次啊 这分数可能就够了嘛 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对 尤其在去年第一届 虽然是第一届 大家都很模糊的状态下 考试的选择去保守 于是他们都想说我尽早入学 但是呢 最后是少子化 最后的分科测验 反而是名额大于这个考生 就是功过于穷 所以造成去年在分科测验的 这个考试分发的结果 很多我们知名的私立大学 也都有缺额 那换言之就是 你只要有分数 你都可以上得了这些 知名的私立大学 哦 那所以代表就是说 这些学校 我记得就是以前 有听就是同学朋友说 就是他们有孩子 就说 事实上你的学测跟你的分科测验 就是所谓的指考 就说 他们事实上各自有配额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你在学测考得很好 但是他的风险在于说 因为大家都要去排 那些比较顶尖的 或者比较热门的学校跟科系 所以那时候你不见得可以排得上 可以上得了你要的 对 但反过来说 如果你再去考一次 过去所谓的指考 跟现在所谓的分科测验的话 搞不好他的那个原额 留在那个地方 是 那参加的你搞不好也少了 对不对 然后空额也就多了 是这个意思 在整体的这个需求供给来看 确实是如此 但是这个各个学校 他们又变成了独立的一个竞争态势 对 所以我们待会如果有时间 我们再来细讲 每一个学校跟每一种考生 他们该怎么做 对啊 这就是他复杂的所在了 那我们先休会再回来聊 那去年刚才这个德瑞讲到说 去年的学生大概10万 10万 11万左右吧 11万 因为我们现在的少子化真的好严重 像去年也不过才出生14万 14万里面 当然 当年的 不知道是就是十几年前 涨成去年来考试的 大概也就是十万左右 所以代表 其实大部分人都来考了啦 因为反正大学的门真的很宽嘛 所以呢 能够来考的就来考 其他的话呢 就要很清楚的 自己的兴趣 可能就会走这个职业教育啦 但我要重点要讲的是 他们扑下来的道路 有点像今年的这个学生们 踩着他们的身躯往前进 他们去年考完之后 到底碰到哪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待会要回来特别讲一讲 那上回来 好回到蓝宣时间继续回到现场 邀请到的是征战学习顾问总经理 这个刘宋德瑞来聊天 我们聊的呢 是刚刚才结束的 112学年度的这个大学的学测了 那这个学测的话 我们讲到在去年才有新的制度嘛 所以刚才德瑞介绍了一下这个新的制度 那重点在这个新的制度 其实坦白讲 这个新的制度我相信啦 规划者一定都会觉得 我是要为了学生着想 所以照理来说 应该越来越贴近 适才而教 然后呢 又跟随你的志向 然后不要只为了考试而读书 就是在理想性这个样子啦 那问题是 那结果是不是这样子呢 因为 我觉得大家都很在乎成绩 大家都很在乎所谓的名校效益 那所以呢 你就算觉得你 你制定出很多不同的方法 要我们不要只是为了考试念书 但是台湾很厉害 就是怎么样都可以去 就是念书补习什么都一样啊 通通来 所以到底是不是减少了学生的压力 我说实在我真的很好奇 那所以去年考完之后 学生们又觉得比较有 比较少选择障碍吗 比较多真的念到了他们喜欢的 大学科系吗 普遍的反应是什么 好 其实去年另外一个制度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申请入学的时候 导入了所谓的学习历程 嗯 而学习历程呢 其实是高中他从高一到高三 他在课余时间所累积下来 他做过的所有事情 嗯 那其实呢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看到学生 他真正在 他的兴趣或者他的学习的态度 嗯 举例来说 他在高中的时候 如果他没有 一定要学程式语言 或者所谓的课纲里头 没有强制要求 嗯 但他真的对这个资讯工程啊 资讯有兴趣 他自己利用课余时间 去写了编程 对啊 做了游戏 甚至自己参加了一些检定考试 科展啊 还检定考试 那这些东西累积下来的东西 就叫学习历程 嗯 到时候我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如果是资讯工程系 哎我就可以告诉老师说 你看我在高中 虽然没有人逼我 虽然没有考试的要求 嗯 但是我做了这些 哎这个高中的学生 在大学教授面前来讲 他就觉得很有 就很棒啊 我有个朋友的小孩 他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呢 很喜欢看球 他就自己弄了一个YouTube 架了一个频道 自己去做球评 他自己出了一份杂志 就是每次就网路上的杂志 然后就每个 反正碰到球赛就去评论 然后呢 就编了一份 或者他上了交大 很棒很棒 现在交大好多大学 很很顶尖的学校 不是这种跨学城吗 对 那些教授觉得他太棒了 对 对啊 现在的大学在这个学系里头 也不会这么死板 对 那么有时候认为说 你可以自己来 找出自己适合休息的课程 没错 然后变成了一个自己的课程 对对对自己的科系 我也觉得这好棒啊 对所以我觉得 一方面当然就是我觉得每个人 有每个人不同的个性选择 跟 跟 跟兴趣啦 那就说其实有很多 有很真的很开阔的 很开阔的 这个学习方式啦 对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刚跳回来讲 那所以 呃 同学在做这个申请入学的时候 他确实就会想要更了解 他要念的科系 嗯哼 至少在这接下来的 这个两三个月的时间 同学可以透过这两三个月 做自己的资料整理的时候 做自己的学习历程的 最后收收链的时候 嗯 他们会去思考自己 和自己未来要读的科系 到底是什么关系 嗯哼 对 所以在去年最后整体来看 我们发现申请入学的学生 至少我们在这个 呃 媒体的调查或者他们反应 其实大学教授确实有看到 这些做学习历程的学生 而且真的真心想要念我们科系的学生 他们的学业表现确实会比较好 对 这个也是 那问题学业表现跟学习历程有比例吗 那还是由教授自己决定 哦 这是他们入学以后 他们的感受 哦 这是后来的这些调查的结果 对 所以整体来说就是 我们常常以前啊 我们那念书的时代 就是 但是我念这个系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念什么 我只是分数到了 嗯嗯嗯嗯 是啊 对 那现在这个时代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高中生在高中的时间 你就可以去接触 你未来想觉 对但我不懂就是说 呃你的学习历程 会因为比方你考试考的并没有很好 差个三分 是 但我学生历程太漂亮 就是适合念这个科系 所以学校的老师就说 哦那没关系你可以进来 是这个意思吗 好 那现在的申请入学是用学测成绩作为第一阶段的筛选门槛 啊 对那比如说这间学校他一阶录取的分数 有的是50分 呃高分的可能到53分54分 哎他们都录取了第一阶段 那接下来就要看你的学习历程 哦假设都录取的超过了名额 我需要太太淘汰的话 我可能就是会让学习历程比较好的人进来 他的第一阶段会找他的招生名额大概三倍的学生 嗯 所以预计我要找20 呃找找招生20人 我会找60人来面试 哦是这样子 对那这样的情况下 这60人到20人之间该怎么选择 嗯 就要看你的面试跟学习历程 哦面试跟学习历程 这个都是讲学测对不对 学测完以后 学测的申请 这个申请分发 但如果说你选择的是 考试分发 考试分发 那就是要到7月份 对到时候再考第二阶段的分科测验 了解好那这一部分我们休息会再回来聊 这部分又是另外去年所透露出来的另外一个呢 大家值得去细旧的部分 就是说刚才德瑞有说 后来去年就发现很多人都可能觉得保险 还是大家都在学的考很好我不知道 这总理这第一阶段就入学的很多了 所以留下很多在7月份那个时候的名额 包括你刚讲到了很多那个很好的什么台大的 是大的啦 正大的 我有看到包括什么交大的 这个缺额一大堆 所以很多就早知道 好所以那这样子早知道 今年是不是可以就不要太探说 哎呀早知道了呢 那该怎么去判断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宣学间啊这个继续来聊呢 刚刚啊这个学测啊这个结束啊 所以呢这个到底学测今年的状况怎么样 难不难去年做好难 但是今年的话呢说我看到就是说什么 数A回稳什么数B偏难 但是也有人觉得好像都很难啦 那今年的状况这些部分 德瑞你所知道的就是说 一般的反应怎么样 那像这样子这个分数 经过去年的经验 今年考完学测想要透过申请入学的人 要特别注意什么 好我们先简单的来说 嗯呃自然组的学生他考 如果他要采集四科 一般都采集四科是国英 数A跟自然 那这四科来看 今年的满级分人数 其实比去年还少 嗯好 那去年是因为数A考太难了 所以满级分的人数就只剩下100多人 这是呃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少过 那今年人数更少 只剩下100就是100出头了 对 所以今年整体来说是自然科偏难 嗯 于是把这个满分的人变少了 嗯 那再来我们看社会组的部分 他是国英数B跟社会这四科 这四科今年呢更惨的是 数B分数也降 社会科分数也降 整体的考生的分布 通通都是往低分的方式去移动 那反正大家都低分也没关系啊 因为这是个比较的概念嘛 是 所以呃 今年整体来说 人家多开朗啊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还是跟同届比较 对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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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入学进行真的就是比较 就是说你相对好 没错 你相对好就好 当然如果你绝对好就很棒 你可以去当什么科学家啦 爱因斯坦啦 什么 总统是不用啦 但总而言之 那相对好 其实大部分人相对好 其实也就可以选择一个好学校了嘛 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在评估的时候 其实我们评估的基准是看去年的录取分 嗯 对大部分同学必须要回到去年都是几分录取 嗯 那如果今年偏难 那我们在录取分的评估上 我们就可以去挑战去年比我高分的这个区域 比如说 要先去研究去年的状况跟分布 是 是 我以总总分为例 嗯 比如说我今年社会组我考了这个四科五十一级分 嗯 那你大概可以加个两分去看看去年五十三级分的学校 你可以试试看 嗯嗯 大概是这种概念 就是太难的情况下 我们反而有机会挑战去年比较高一点分输的格式 嗯嗯 那我听到不少就是年轻人他们就是 有点懊恼在这个田的时候 呃 就出了一些一些失误啊 早知道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呃 我觉得这就牵涉到 呃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在田的时候 因为申请入学只有六个志愿 嗯 六个志愿 从2229个校系头选出来 这有没有比选股票还难 哈哈哈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对同学来讲 都差不多 哈哈哈 这就很煎熬了 因为有的学校 比如说台大法律 其实开了三个组 嗯 我三个志愿放进去 哦 那我就没有别的了 对不对 那我选一个 那我到底要选哪一个组 因为三个组 他的分数可能还会不一样 嗯 比如说才他政治 去年三个组 他的分数就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 所以同学最为难就是在做这个落点 嗯嗯 就是他都要猜 今年这个分数到底是涨还是跌 那这涨跌取决于今年的竞争者 那今年的竞争者 是看着去年的分数田 嗯 所以比如说 一个系有三个组 去年最低分的那个组 反而是今年大家会挤进去的 哦 我念同一个系 我当然念低分 我这样赚到 好结果他分数就涨了 可是好 你这次又出现一般人家在讲 所谓的哲学跟逻辑的吊诡了 就是说 如果你这样想 那但是反过来说 也因为有些人再聪明一点 他说 因为去年这个分数比较低 今年大一对我往那个方向走 所以我又做了另外一个决定 对对 所以到底该怎么猜 到底是哪一个对呢 到底哪个对 所以我们其实呢 有一个免费的落点系统 好同学在线上都可以使用 我们的征战大数据落点 因为我们在落点的时候 这个其实用大数据分析 其实是很简单 可以做个参考 因为我们在意的是 今年的学生到底是几分 不是去年的 所以大数据就是在 同学在关注这个系的时候 我们就记录 你进来的时候分数都几分 我们就把这个系的分数 可以记下来 那当这个系的同学 看了100次200次 他就慢慢的形成一个分布 是今年的吗 是今年最新 今年的数据 因为我们在看落点的时候 会先进入自己的分数 然后我的分数根本上不了台大 我也不会去关心台大 这些系的分数 于是我就不会把你记录下来 那你什么分数的学生 去看了什么学校科系 他就慢慢形成一个分布 然后他就可以用数据去配过 多需参考 所以就不用自己下赌注就是了 没错 你就多了一些参考系 没错没错 因为我说的是真的 因为人本来就会 因为大家都很聪明 都会去看过去 所以过去如果这个地方那么冷门 但是我觉得也还不错 比方说我觉得我进了台大买过科系 我不爱我再转系 总是台大的招牌 很多人这样想 对不对 好那问题多少人跟你要这样想 那有些人觉得说 那一定大家都跟我一样这样想 就有些时候事实反而没有这样子想 所以你不如就看了数据显示出来 是我们看今年的学生 他们怎么看 对了解了解 所以这个就解决了大部分 这方面的挣扎了 对不对 可以这样子说 应该说大数据让我们多了一些参考性 不是只是看着去年 那我们常常看到 有些学校他会有骤身骤降的效果 比如说去年的台大土木 陈大土木 台大土木从 54级分骤降到42级分 等一下掉了12级分 对对对 我也是看到DK上面 有这样讨论说这个台大土 台大土木的分数跟什么 中原资工逢甲电机原距电机一样 对 为什么 对不对 他怎么可能会这样 其实这就是 选田的人太少 因为我预计要找多少人来面试 没有那么多人 我就继续往下收 收到我最低一个学生为止 那如果像这种 我们台大土木也不叫做冷门科系 但相对于电机资工 他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忽略掉的科系 选田的人少 他的分数就一路往下收 收到逐额为止 我碰到蛮多高科技的总经理董事长 因为他们不会是只停在台大土木系吗 好几个是台大土木系的 所以这就是学生 流云也是台大土木系的 没错没错 他们只是不懂 他们只是不懂 其实这些科系也都有很好的发展 甚至他们可以转到别的领域 没错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的起点 对 就是你的人生履历的一个起点 他其实他可以有接下来越来越多的铺陈 跟自己的架构 把他打造出一个什么样 他只是一个起点而已 所以不用太均力 对啊 我觉得分数确实 我想这个台大土木系 应该会觉得很心酸 另外我看到这个什么 台大圆艺系 创新低 焦大 焦大工工系是什么 工工系 工业工程 工业工程系 也跟政大资讯资科也低 这两个我觉得应该要高 所以圆艺可能 大家觉得比较可以理解 就是说他可能不是那么好找出路 但是坦白讲现在也未必 圆艺其实很好 发展很好 现在这个 我觉得属于那种美感的 创造力的 没有人可以取代的 我都觉得其实相对来说 而且更具有生活感 我觉得现在的人 那么多事情 AI可以帮你做了之后 我常常开玩笑讲 那人到底要干嘛呢 人只好做更顶尖的 但问题是如果你没有一个顶尖的脑袋 你只好做一些更生活化的 更有个人风格的 圆艺真的我觉得还不错 这分数怎么那么低 其实我必须反而要回来提醒 当我们看着去年分数那么低 我们今年就要小心了 因为今年大家都会 爆炸大爆炸 我又只是想进台大 圆艺我可以 我就填 那我的分数呢 我觉得40分 去年38我很稳 sorry 没有那么小 对 因为高分的会一直进来 所以我就还在看看弱点 ok 好 所以有关于学测你要提醒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 这是申请入学的部分 申请入学吗 关于分数的部分 它会有这个钟摆的效应 今年太低 明年可能会高起来 嗯 好 那然后再来就是 同系不同组的 低分的 你不要就觉得它就会低 好 他们就会拉到一个均分 也会这样子 对 不过好啦 我觉得还是要讲到 所以这个代表就是说 台湾的学生被训练的去选科系 真的不是选自己爱的 嗯 应该是说 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学生 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系 这也是明确的 否则你怎么会去年这样子 你会 你可以靠这个东西来做决定 呃 我们反而这样说 台大土木之所以会掉分 可能就是因为学生宁愿选择电子电机 倒不是台大的学校 哦 也不选择台大的学分析 有道理 好也是有道理 对也是有道理 那如果这样子也是 我觉得也是一个 比较新的 给自己更宽的想法 就不见得说非台大 不可之类的 ok好 那我们休学再回来 那学测是这个样子 那再来一个就是 如果你这个学测 呃 考得好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考分科测研了 或者说你学测如果考不好的话 分科测研该怎么办 在七月份的时候 那我后来看到才知道说 他们真正放榜的时间 距离 呃分科测研的时间很短 很短很短 只有四周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那么多 真的要放榜的时候 要等到六月 对 哇为什么那么久啊 那这个准备起来 是不是又又很仓促啊 所以我们休学马上回来 我们现在讨论到的真正学习顾问 这个总经理呢 呃宋德瑞来聊天啊 聊的是我刚刚啊这个才 呃结束一个礼拜左右的 这个大学的学测了啊 那我想接下来的话呢 对于这些年轻人 或者年轻人的家长来说的话 甚至我觉得我们的 教育制度的设计者啊 这个在尤其在新制度 刚刚推出来的头几年 一定要很认真的看 到底是不是符合 你原本的设计跟想象 佛顿不是枉然吗 你把大家当作 那个每年改一次 每年改一次改的自己很开很开心 如果没有达到自己希望 能够设想的培养 台湾的人才的话 我是真的觉得 就就就得要自己检讨了啦 所以我觉得 要关心这个话题的人 应该是真的要很多的 不管是不是当事人 所以我们刚刚聊到 就是说在学测 刚刚结束这一部分 要去思考的 可能是透过一些弱点 可以来看一下分析 自己要怎么样子 有一个填志愿的策略啦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刚才德瑞提醒我们 一个就是说 学习历程在这个阶段 是会发挥作用的嘛 那就代表过去三年 不能够乱混 但是其实 那你也可以去混出一些 你觉得有助于 你进这个科系的名堂啦 比方说像我 很奇怪 现在学的好爱热舞社 对 我同学的小孩 不管男的女的 都是热舞社 那不只在高中热舞 热到大学还在热舞 管他多什么科系都热舞 我觉得这实在很厉害 热舞热音 对不对 热舞热音好 所以到底这个学习历程 你有哪些重要 那怎么样子影响 或者可以去加分在你的这些申请分发上面 好 学习历程 应该说二阶的书审资料 其实是两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我们高一到高三的学习历程 另外一个是我们在现在 要开始做一些重新准备的 我们叫做NOPQ项 它就是补写的一些内容 可以补写啊 对 因为我们其实最重要的 大学教授最在意的叫做 学习历程反思 就是你做了这些事以后 你到底现在 对你而言这些事代表什么 你学到了什么 还有跟我们科系有什么关系 所以其实大学教授在平均的时候 就像我们刚刚在讲 教育制度的设计者也是一样嘛 他们应该写个报告才可以 就是大学教授其实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你为何而来 我为什麽要收敏 没错 对 那这一段 这些之前累积的东西 我们当时单项单项单品的东西 我们现在要把它收敛了 我们必须要收敛在一个 我和这个科系的这个脉络下 好 那这时候的问题就在这里 同学你知不知道你要念什么 或者今天我们这样说 你选择了社会系 你有没有想过社会系在学什么 不是你高中的社会科 跟历史地理公民的关系很低 跟研究这个社会 然后发现社会现象 找出这些现象之间人我关系 这才是社会系 对 比方说如果你在高中的时候 你去参加类似那种什么 山地部落服务队啊 比方说一些偏乡 学校的什么样子的一个 教育的这样的服务队啊 这时候你可能申请社会系 或是人类学系之类的 就很就很棒 对不对 他牵涉到了比如说社会批判啊 社会关怀啊社会观察啊这种 那这些东西 你要怎么去从你的历程 还有你现在写的资料去体现 对 所以其实最简单 我们最方便的方式就是 其实去找一个这个科系的学长姐 或者是爸爸妈妈的这个长辈 对 他是就读这个科系的 你可以先跟他聊一聊 这个动作你有没有发现 他就比起我们盲目的用分数去选填志愿 同学有了一个被迫 为了写这个 去认识他就读科系的这个动机 这样子是还蛮好的 是 其实反而是这段时间 同学会利用两三个月 深刻的去了解 他接下来这个学校到底在 这是什么样的学校 那个六个啦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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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好的钻研一下 六个还不一定都会上 对对对对对 好那讲到六个我补充一个内容 同学在选填志愿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志愿区科为 所谓的梦幻志愿 就是你的分数好像上不了 合理的志愿 还有保守的志愿 六个合理的222的配置 那如果是中后段的学生 可以是312的配置 三个梦幻 一个理想的志愿 两个保守的志愿 好让同学在选填志愿的时候 有机会可以挑战一下 这种突然掉分的科系 被我捡到的这种机会 就也不要放弃做梦就是了 因为搞不好这个天上掉下来的 不见得是鸟粪 就像是礼物 对就像刚刚说到 台大土木突然掉了十二级分 你填了就是你的 没错 ok 所以这个梦幻的校系 如果上了 那你更要好好准备二阶 因为你知道 你进去你的学测分数 已经先输人家一阶 我们要用二阶的方式追回来 ok ok 好 所以要认识你的科系 ok好 学习历程 意思就是你在过去这三年的高中时课 如果我们现在听的 这个听众 事实上是 现在还在念高一高二 事实上你就可以好好的 我想这一次 我们这个教育制度设计的目的 就是你可能可以去掌握你这个学习历程 但如果说已经是今年考试的话 你肯定就可以做一些 算 你说补什么 补写 补写的 补写的这个动作 ok好 所以这部分是属于在 学测申请入学的部分 好 那哪些人你觉得接下来 应该要去参加指考 就是所谓的分科测验 而又要注意什么 我想一定是学测考不好的 是 那是不是学测考的 考的好的 大概来说就 呃 我们以前是这么认为 但现在好像也不尽然是如此 简单来讲 如果你学测真的考的好 然后呢你在申请入学 有找到自己喜欢的学校科系 ok的话 那当然你就先努力的拼申请 嗯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学测考的没有自己那么理想 好那当然你就要去考虑 分科测验的话 我大概可以开始设定 我分科测验的目标跟分数 嗯 那总的来说 因为去年分科测验 考试分发 反而有这种分发的红利 所以我们都不会建议同学 直接的放弃分科测验 嗯 加上刚刚萱姐这边有提到啊 嗯 就是我们如果通通压在申请入学 结果申请入学放榜 哇 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状况 我到考试只剩四周耶 我怎么拼啊 对不对 是啊 所以同步准备 好 今年的整体趋势就是 一边准备申请 一边也不要放弃分科测验 嗯 但是针对分科测验的考生来讲 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分科分发红利哦 其实不同等级的学生有不同的状况 嗯 我粗略的简单的解释一下 如果我们是顶标级的学生 大概就是要考这个顶大 中资辈以上的这些学校 那么他们的大部分的招生名额 还是放在申请入学 嗯 所以你不要放弃 你放弃申请 你就是把名额拱手让人而已 让给更低分的同学 大家也很开心啦 你要做这个善事 当然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是前标生的同学 大概要考的就是一般的国立大学 这个区段没有太大的红利 原则上 你就算去考分科测验 你也要做到正常发挥 就是你现在考到前标 你分科测验也要考到差不多这种成绩 你大概才有国立大学 那当然 我们给自己一个机会 就是我考的更好 那当然你就有往上的机会 嗯 嗯 那当然你有风险 就可能 哈哈哈哈 好 可能会失成 那再来 好 我先跳到均标生这一块 因为均标生最为难 你分成好多一个 一个顶尖 然后 顶前均后底 这是学测的武标 就是考试的武标 顶前均后底 那我先讲后段的学生 就是后标底标的学生 因为他们去考分科测验 至少至少 都有私立的前排的大学 我不要点名啦 嗯 但是呢 你现在想得到的这种 呃我们那个时代就有的私立大学 几乎都有缺額 嗯嗯嗯 也就表示 如果是底标或后标的学生 你现在申请上不了这些 排头的私立大学 你去分科测验 也有这些机会 嗯嗯嗯 所以对于底标后标学生 他们比较 有可能拿到这个分科的分发红利 嗯 但是底标或后标学生 其实也是最怕考试的学生 嗯哼 不然我也不会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学生 自己可以评估 那我给的建议就是 申请还是参加 我多填几个梦幻 填三个梦幻 填四个梦幻 嗯 为什么因为 本来这个学校的分数 真的上不了 反正还有分科测验 对 然后这个 你要申请的这个学校 它可能会掉分 嗯 因为每一个入学管道 最后分数 会回到一个均衡状态 嗯 去年这里太低了 它可能会涨上来 今年申请太高了 好 我们今年就去年太高 今年会掉下来 嗯嗯 那最为难的是均标生 因为他们就是 本来就是要念排头私立 嗯嗯嗯 跟这个国立边缘的学生 对对对 嗯 这些学生其实就必须要分门来谈 如果你要面对 OK好 我们要分门来谈 我们要先休息一会儿 那这个均标生听起来 应该相对来说 数量会是比较多 对对 平均嘛 那会比较多 那所以呢 面临这样的困难选择的 可能也就比较多 他可能会上不上 下不下 一个选对了 哇就就进到 你的梦幻 但是如果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会觉得比较 呃对 遗憾一点 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这个宋德瑞 他是征战学习顾问 这个总经理 那我们刚聊到这个学测真的听起来 坦白讲 我觉得教育这件事情 或者说学习这件事情 就是基本上 真的是应该是要快乐的 但是台湾真的是 就把它搞得真的是很复杂 然后呢 当然我们刚刚听德瑞这样讲 事实上去观察 跟这个随便一些看他到年轻人 我觉得确实是有比较好 但是放不下的也是有啦 尤其是我觉得坦白讲 我觉得越顶尖的越放不下 所以我刚刚在听你讲 我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要不要考第二次的时候 我心里居然想说 其实未必是第一次没考好的 才会想要考第二次 对 就是你没考好的定义是什么 对那种要求完美的好学生来说 我们后来 我们的 礼拜三的健康单元 谈了不少 心理的健康嘛 这个年轻人的忧郁症很多 他们只要少个10分 少个5分 就觉得没考好 我就觉得 那你说这样的话 那这个蓝轩阿姨 5分的数学怎么办 你其实就很强了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有些观念 或有些 对于学习这件事情本身 我觉得应该要再更 开放一点 对 更健康一点 不论如何 我们刚刚没有讲到军标生 把这个军标生给讲完 大概来说是 最多的这一层人 他们该做怎么样选择 好 军标生因为他的 比较合理的 在申请的弱点 基本上都是他分科测验 也有可能有缺额的学校 所以军标生其实去考分科测验 他甚至 他现在拿着他学测的 国文英文 竖逼的成绩 分科测验这些商学院 都已经可以录取 所以他其实就 他就觉得很为难 那我要不要申请 来简单的来说 军标生 如果你是理工类的军标生 那你在分科测验 还是没有明显的红利 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考 如果你是非理工类的军标生 那么你分科测验 每考的多一分 都有可能让你进到更好的学校 这个就是军标生的困境 那申请入学怎么办呢 对军标生来说 我一样给同样的建议 梦幻志愿多填一点 了不起我们就是去拼分科 对 那梦幻志愿填个三个 甚至填到四个 让自己去挑战看看 我们喜欢的学校 说不定他会掉分 那他掉分了 我们就有机会捡到 所以你的逻辑就是 基本上来说 你原则上都觉得 不要放弃第二次的考试机会 那第一次的话呢 就多给一点点 你想要挑战难度高一点的部分 对 他的空间就给他 那试试看 真不行反正还有第二次 是这样子 但前标跟顶标不行喔 他们就得稳稳的 合理的配置 好军标生以后 可以多一点梦幻 是这样子 好对但我们刚刚就讲到说 所以你看 所以整个来看 就是你还是会觉得说 两次考试都不要放弃 但是当初设计三种入学方式 我想就是希望大家三选一吧 是不是 我想说我都都来 那不都来 所以代表的是 如果说都不要放弃 就是说 从考完上来再考完 然后你就开始准备 申请入学 同时还在准备 七月份的分科考试 然后就都不得闲 是 他现在的制度 就像宣姐刚刚讲的 其实因为三个管道 是适合三种不同特质的学生 所以其实他确实 不叫做三选一 但是你应该要找到自己 最适合 第二适合 才是其次的 对不对 但是确实 以考试分发 就分科测验 他确实有点是补救的 最后一条线 嗯嗯嗯 那他放在最后一个时间点 也是很合理的 对 反正其他都没有了 那我们就是用考试分发 对 那在 所以有些人当然还包括 有一点失常 对 我也碰到考试失常的 像我哥他那时候 那时候还是联考 他有中间一个 一个考题 就是一个科目啦 他所有的那个田 电脑的 轰轰跳一格 轰轰跳一格 就零分 对 就会很失常 这种失常 你如果发生在自然科 或社会科 尤其今年自然社会 都比较难 那你考分科 刚好就把每一科 独立开来考 自然科 就物理化学生物 地科 全部分开来考 物理化学生物 这三科 可以分开来考 对啦 所以当一个最后补救的话 当然有第三关很好 但如果说真的是前面的表现 就差不多如你自己想像 只是好一点 差一点点的话 我真的觉得 回归回来 我们刚刚要讲就是说 其实你自己培养自己的兴趣 自己找到自己的志向 还有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自己做决定 自己做功课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刚刚讲那么多 到底是讲给学生听 还是讲给爸妈听 是爸爸要准备升学入学考试 实际上讲那么多 搞不好 是爸妈在帮我 原来这样听了好 那我来帮帮负 不是不是 不可以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家长是扮演这个支援者的角色 支持者的角色 家长如果懂制度 当然他也可以帮助孩子 就是说去厘清一些问题 对可是其实现在升学 我们希望孩子的参与度更高 孩子的主导心更高 那家长呢 在制度面上清楚的了解 让他可以在这个做决策的时候 不至于因为资讯的不完整 而做错决策 这样就可以了 对啊真的是 我觉得人生是自己的 这个人生是自己的 有父母亲在旁边陪着 当然很好 然后有需要的时候 从旁边协助 但那还是很好 但是你要过持自己的人生 不是父母亲的人生 好所以希望呢 这个有关于学策 这个上海边 刚刚考完的 这个相关人等 听到我们这个节目呢 都可以呢 得到非常多的收获了 那在未来这半年期间 怎么样选择 我觉得就可以自己的安排嘛 对不对 那大学是一个 人生当中非常美好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这点 就是接下来就去享受吧 OK 好非常谢谢呢 宋德热打我们的现场来咯 谢谢 谢谢大家